这是什么族? 许青没有任何迟疑, 喘息间再次倒退, 开口传呼话语。 旺谷世界太大, 万族林立,族群众多, 似乎这是献虫族的一种, 我隐隐记得在情报寺的一本影《秘卷宗》上看到过, 你让我好好想想。 队长神色有些迷惑, 但一样拔腿就跑。 眼看许青与队长逃遁, 这从海星族族长体内形成的一族, 咧嘴一笑, 身体猛的一晃。 许青面色一沉, 队长眼睛收缩, 可他们的速度在猿鹰面前难以逃遁, 许青只觉眼前一花, 刹那间轰鸣传来, 神能扑面, 不可抗之力, 汹涌, 他全身狂震喷出鲜血, 队长一样如此。 但借助许青的吊坠庇护, 他们虽被神能催体抛出百丈, 可却没有触及生命, 只是体内五脏六腑都在撕裂般翻滚, 若对方持续出手, 吊坠庇护寺也难以坚持太久。 眼看那一族身影迈不再来, 就在这时, 天空轰鸣, 一片蓝色的火焰突然落下, 阻拦在了那一族身前。 此刻天空轰鸣, 大地翻滚, 一片片火海从苍穹落下, 正在焚烧整个海星族, 而海星族岛屿上的族人, 如今更是大量的死亡。 但任何一处死亡之地, 海星族的尸体上都会有四线小虫爬出, 这诡异的一幕, 早已引起了第六封弟子的注意, 也引起了六爷的凝望。 而此地海星族族长变化的一幕, 自然也被六爷看到, 所以一巴掌镇压了海星族的老祖后, 他掐绝出手, 使得蓝色火海降临, 阻拦那位一族, 他是铁线族。 在阻拦的同时, 天空中急速而来的六爷, 其声音先于身影, 回荡四方。 队长听到这三个字, 神色一动, 飞快低声开口。 许青, 我想起来了, 那欲对许青二人灭杀的一族, 文言抬头看了看天空, 忽然一笑, 有点小看了这里的宗门呢, 不过只有你一个原因, 也配来打扰我的修行。 这一族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一指, 顿时风云变色, 声势鹤意, 苍穹传来战鼓雷鸣, 轰隆隆地声响, 好似神灵之吼, 传遍四方的一瞬, 三个巨大的阵法光圈, 突然就出现在了苍穹中。 这三个阵法光圈, 每一个都足足千丈大小, 散出浩瀚之威的同时, 更有惊人的传送之力, 在内爆发开来。 一道道身影赫然从这三个传送阵内显露出来。 第一个传送阵内出现的, 是一群背后长着翅膀, 通体漆黑, 看起来好似乌鸦一般的一族修士。 它们的出现, 声势巨大, 杀气腾腾, 尤其是最前方的一位, 更是目光如电, 浑身上下散发出 原因修为的恐怖波动。 没有结束, 第二个传送阵轰鸣中, 一样有大量身影显露, 它们都是人身相比, 每一个都身体高大无比, 散发出浓郁的气血之力。 前方当手大汉, 一样散发原因修为的波动, 神情争鸣, 凶残无比, 让人望风披靡。 而第三个传送阵, 也是如此, 此刻轰轰转动间里面 飞出密密麻麻的身影, 它们模样更为怪异, 好似一颗颗海草, 长着三角眼, 此刻出现后, 随着摇晃, 掀起风暴, 似能狭野喷山, 气势惊人, 一样有原因波动在内爆发开来。 这三个族群一出, 许青一旁的对照, 瞳孔微微收缩, 六亿墨鸭族, 大力像云族还有蛇草腰植族。 这三个族群都不是大族, 与海星族规模相当, 其中六亿墨鸭是七血同的盟友, 其他两族都是中立。 随着队长的开口, 这到来的三大族群, 二话不说, 在出现的一刻直奔六亿而去, 其族群更是向着第六风的山体, 忽然撞去, 竟是不畏生死, 要用生命去撼动山体, 而若仔细去看, 可以在他们的墓中看到有四线小虫移化而过。 这三个族群, 再加上海星族, 赫然全部都是被控制。 眼看六爷的身影被阻, 苍穹色变, 许青再次急迟, 队长也是全速远离, 若是金丹初七, 他们还可以去拼一拼, 对方是原鹰, 这就不是他们可以对抗的。 哪怕有老祖的字, 但除非是关键时刻, 否则的话威慑大于实际之用。 我倒要看看, 你们的庇护能坚持我几次出手。 海星族族长所画一族, 此刻淡淡一笑, 身体刚要追去, 队长那里猛地转头, 凝望身后的这一族原鹰, 忽然开口, 你是白丽, 铁线族白丽, 许青眼睛一鸣, 那一族原鹰神色露出更多的惊讶。 被此地的七血同风主喊出来丽, 他觉得有趣, 认为对方有一定见识, 可如今居然被一个低阶修士, 直接点出了名字, 这让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一次是真的没想到, 这个小地方居然还有人认识我, 你这个小家伙有点一丝。 铁线族白丽, 一甲子岁月前, 曾是铁线族的爵士天骄, 是其族被誉为要走骨皇主宰之路的种子。 而后不知为何, 突然反叛, 霍乱族群, 将铁线族圣物污秽, 降临浩劫, 使无数族人欺利而亡, 随后叛逃出族, 加入了一个叫做竹兆的神秘组织。 队长眯起眼, 缓缓开口, 有趣, 知道的情报不少, 让我松松你的魂, 看你还知晓一些什么。 百丽神色带着一些惊讶, 身体一步落下, 就要临近, 队长墓中蓝芒闪耀, 许青也是露出疯狂, 取出老祖的字, 眼看就要碰触, 可就这时。 一声冷哼, 从苍穹传来。 这冷哼超越天雷, 鸿鸣八方的瞬间, 苍穹上六爷的头顶, 突然的就生起了一个九葫芦。 这九葫芦, 正是六爷妻儿死后, 他从此再不离手之物。 此刻一出, 其上顿时一道道金锐煞气冲天而起, 葫芦的外表更是形成一缕缕兵器之影, 飞速幻化出来, 向着八方凤柱龙翔般扩散。 仔细去看, 可以看到这些兵器包罗万象, 刀枪剑集辅月勾叉比比皆是, 数量之多, 怕是不下百万, 直接就形成了一片冰海漩涡, 所过之处催枯拉朽, 向着三族镇压而去。 瞬息间, 被白丽召唤出的三个族群的原鹰老族, 就被这冰海冲击, 无处可躲, 全部喷出鲜血, 发出凄厉惨叫, 身体被重创倒卷。 一同被重创的, 还有三族的族人, 都在这冰海的冲击间, 在其煞气的爆发下, 纷纷心神动荡, 神色俱变。 大多数身躯四分五裂, 被直接分尸, 雨下的虽没有第一时间崩溃, 可明显坚持不了多久, 身体开始出现碎裂的迹象。 甚至隐隐的, 在那葫芦中还出现了一道目光, 带着绝世之凶, 带着对异族的轻面, 看向八方。 轰, 苍穹云起, 冰海倾泻而下, 似要天诛地灭, 所有半空的一族, 一个个惨烈无比。 似乎觉得还不够, 又也恰觉一指第六风。 顿时第六风, 火焰刹那间横扫八方, 彻底笼罩海星族大地, 以及所有落下的三族族人。 焚烧一切, 加速炼化, 焊天赤地。 这是什么法器, 如此多的精锐煞气? 百丽第一次神色变化, 此刻他顾不得去击杀许清语队长, 身体一晃消失, 可显然此地瞬移被限制, 他出现时并非在远处, 而是在半空, 面色变化间, 他就要逃顿。 老夫之前就在琢磨, 以海星族的雷若, 哪里会有胆量干下如此大事? 原来背后是在往古大陆被万族通缉, 如猎狗般让人憎恶的竹罩, 跑来一个鱼灭。 六爷声音带着愤怒与杀鸡, 挥手间, 顿时其头顶的酒葫芦爆发, 形成煞气风暴, 带着无尽冰海, 横扫八方直奔百丽。 百丽心神震动, 刚要逃走, 可六爷已经踏着冰浪临近, 直接一掌落下。 轰鸣间, 无法逃顿的百丽, 目中露出一抹妖衣之芒, 转身出手, 直接就与六爷在天空上交战起来。 二人的出手, 谈天祭地, 气冲斗牛, 声响赵尔玉龙, 扩散八方, 使得四周观望之修, 不得不到退开来, 不能过于靠近。 许青神色凝重, 凭着吊坠庇护, 抬头凝望。 一旁的队长, 此刻忽然笑了, 笑着笑着, 其眼睛里也有了疯狂与贪婪。 没想到, 在这里居然遇到了传闻中的竹照, 听说竹照这个组织的每一个成员, 可都是不简单。 许青看了队长一眼, 竹照是往古大陆上一个臭名昭著的组织, 诞生不到千年, 据说旗内的所有成员都是各族叛逃之休, 情报寺的秘卷里介绍, 说这个组织对外宣称加入他们, 可分享, 成神的机缘, 而加入的条件是进行一场血色且恐怖的表演, 这表演越好, 就越是被竹照认可。 听说多年前, 南皇州有人不知如何做到, 居然以神灵睁眼作为表演, 加入了竹照, 队长笑了笑, 看向许青, 可惜他们没有找过我, 不然我还真想进去看看, 成神的机缘会是什么呢, 难不成是一条古皇主宰之路, 又或者真正的成为神灵, 我有点不信, 我也不信。 许青眯起眼, 摸了摸身上老祖的字纸, 看向天空与六爷交战的百丽。 那里有点没想到我, 现在满刀脾的百丽。 这次会是永远的百丽。 就算了一天的百丽。